補點油耗味 我們焦焦的 我們現在在林口的 在地美食 不要把它放在地板 隨便在地美食 開玩笑 你看我們拍那麼多 我們其實點的不多 就是因為 不想要美食玩 也可以點一堆 然後看起來畫面很漂亮 這是最後誰收尾 我們可以打包回去給員工吃 好 下次就打包 我們今天最著名的 就是林口的這間美食 館長的醋飯 醋飯 不明的是 燒肉飯 今天我們也沒吃過 就來品嘗看看 它上面寫真材實料 出爐飯煎食好味道 我記得我看圖片 它的燒肉好像是在 像是一個房間用的 就像這種樓上新的大樓是不是 應該是 不太確定 不知道跟以前會一樣 來看看 OK 招牌是哪一個 比較多人點 脆皮燒肉 好 來兩個 然後再一個四兩這個燒肉 我們就是點這個醋飯 湖門風烤脆皮燒肉餐盒 還有這個標記肉是2.5兩 2.5兩 我的印象 我買大閘蟹通常都買6兩 5兩兩 六兩 七兩八兩這種 這半大閘蟹好像沒有很多 那你等一下看起來分量怎麼樣 誒 大閘蟹通常都賣 因為它沒有內容 所以我們直接坐在門口 現吃熱的吧 好 我們現在看到 手拿還是熱的 剛剛它兩個是分開裝的 你也看到 肉在這個裡面 正常便當的一個配置 餐盒 然後三樣菜 還有加一個乳丹 2.5兩的分量是 看得到 旁邊有一個薑 1 2 3 4 5 6 7 8 8塊 重點 原味 香 不是脆皮 不是脆皮 它的皮吃起來像烤鴨的皮 我個人認為 我摸第二塊是脆的 等一下吃吃看第二塊 我先配飯 那你覺得好吃嗎 中上水平 可以到配飯 因為它口味比較重 第二塊燒肉 剛吃的那一塊是比較偏尾巴比較油的部分 這個裡面有肉 有油 有皮 這塊是脆皮 為什麼 你可以嗎 欸 有 卡卡卡卡 稍微烤鴨 有點油耗味 焦焦的 不會難吃啦 鴨子 但那個油耗味你可以接受嗎 我個人比較不愛油耗味 誰會愛油耗味 正常我們吃港式 它那一種燒辣的口味 跟這個比較不一樣 它的醋飯的燒肉 吃起來是比較肥 比較油的 喜歡吃油的可以吃的吧 不難吃 但是沒有到非常好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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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是館長的飲料 蜂蜜工坊 蜂蜜檸檬雞能飲 它這個乳肉吃起來是有水分 我沒有來忙 滷肉真的有水準 蔥上上 還有它的蛋有沒有入味 好 蛋 這蛋就有用心在 是有入味的 不會有 嘴巴 表層 這有比較接近鐵蛋的 那種 感覺 口味味道比較重 有鹹度 不會吃起來沒有鹹量 配個飯可能比較好 鹹蘿蜜是它的精髓是不是 是精髓嗎 是精髓嗎 喜歡吃辣的這個很重要 我們以前俗稱這個叫 螞蟻上素是嗎 難怪這邊那麼多螞蟻 那你看一下上面有沒有 應該沒有 這個吃起來有一點辣度 這個冬粉吃起來這個熟度剛好 不會說你吃起來沒有什麼嚼勁 口味道還不錯 有點辣 鹹度適中 配飯也不錯 然後這個 這個就是正常的海帶 這個比較偏日式 就正常的海帶 其實我是高麗菜最喜歡吃那個 很多成疊的地方 最中間那個最嫩 咖哩的味道 蛤 你該吃一個看看 它是偏泡菜嗎 是炒高麗菜 它沒有炒很久 口味也 我根本也不夠重 這個就比較普通一點的菜 如果鹹度再高一點 可以讓它好配飯 就會鹹得很好 整體下來 我們先從價格開始 如果以這樣的一個配置 當然往往要加一點分嘛 所以我覺得賣的價錢也算合理 然後在食材上面吃起來 我覺得算中上水平 沒試過可以吃看看 給它幾分 兩分十分 接近八分 中上水準 那如果你再來林口 它會二漲嗎 對 正心話 正心話 如果有別的先吃的話 可以先吃和別人 因為我們想要多嘗試一些不同的美食 那如果它有內用 會來二綁 好 那你先吃 OK 關注李老闆 比較不會中感